新冠狀病毒 美國去年 一個市長 今天的新聞電視台都有播報出來 美國一個市長 說他去年11月就染了新冠狀病毒 所以呢不要再說 中国是那个武汉是那个病院的发言地 这一干就知道了 这一干就是美国 而且美国他没有在筛检的 他是从那个最近才开始 二三月还是三月份才开始筛检 他之前都不做筛检 所以他都甩锅给中国 他现在还是他们的联邦政府 现在还在甩锅给中国政府 但是美国的CDC的那个官员 在三月十一号就说了 那个流行病的那个病毒大流感 去年的大流感 有一些死亡检测起来的结果 筛检出来的结果是新冠状病毒 所以呢 美国这样子不行 那个他们 川普这样子一直要中国负责 可是新冠状病只是他们发生的 他们先的 有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军人 来那个武汉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传染过来 美国 如果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是美国应该要对这次那个全球性的疫情负责 可是呢 其他国家不会找美国的啦 他们也不会说叫美国赔偿的 但是只要是中国 他们就全世界就会要中国赔偿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而且现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排挤呀 疑人的人士 这样也是很不好 事实上这很明白啊 这是去年 2019年就已经在美国流行的冠状病毒